日本人有多怕麦克阿瑟 单从爆炸军这一句话的描述,想必各位都会认为,麦克阿瑟不愧是美军的战神,就这么轻松自在地踏上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领土,其实大家有所不知,当时整个日本之小规模的登陆了4000美军,也就是说保护麦克阿瑟的只有4000美国军人,与之相对的, 当时的日本本土尚没有解除武装的日军就有200万人,在麦克阿瑟降落的关东平原地区就集结有日云陆军的精锐部队22个师团,兵力达到了30万人,说麦克阿瑟此形势深入骨血一点也不为苦,要知道在1945年,整个日本国内最恨的一个人就是麦克阿瑟了, 在太平洋战争的首尾阶段,麦克阿瑟率领百万美军利用条,挖战术避开日本军人的重重骨结,从澳大利亚一直打到了日本东京,据说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,普通的日本国民在看报纸的时候,都会用烟头烫照片上一个人的脸, 这个被烫的人就是麦克阿瑟,当时不管是官方的日本政府,还是民间的平民老百姓,日本人无一例外地仇恨着麦克阿瑟,甚至用鬼妇这个词来形容他, 然而在1945年8月30日,当麦克阿瑟走下飞机乘车,从机场前往东京的途中,麦克阿瑟就下令沿途的日军在他的车辆经过时,必须要转过身去背对着他, 麦克阿瑟想一开始在气势上,就给失败的日本人一个下马威,令人震惊的是,日本军人照做了,都说二战时期的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如何如何, 其实这批军人身上也有很深的奴性,用中国人的话来说,就是欺软怕眼,面对王者归来的麦克阿瑟,日本军人一个都不敢造次, 当时为麦克阿瑟担当警,借任务的是日军的两个师团,共计三万多人,据后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披露, 当时三万日本兵各个全副武装,在十五公里长的道路两边纷纷背向而战,说实话,当时他的心里是打触的, 因为此时如果有一个人转过身,来对麦克阿瑟突放冷枪,那绝对是易如反掌的,但是惠特尼的担心是多余的, 别说转身了,日本兵一听到麦克阿瑟的汽车驶来的声音,全部两耳松立,背部发尖,看着他们好像在瑟瑟发抖的背影, 美国人知道此时的日本人,除了恭敬还是恭敬,看到这大家或许有些疑惑,一贯嗜血残暴的日本兵, 为何此时性情大变了呢?当然笔者在上文所点出的奴性是最主要的原因,但是除此之外,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容忽视, 那就是当时被誉为日本最高权力的天皇御人,原来日本在1945年其实还有大量的精锐兵力, 按理说不会那么快的接受盟军要他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,有人说是因为原子弹的威力, 还有人说是因为苏联红军给予了日军最后一击,其实这都不是与人同意无条件投降的主要原因, 他之所以最后无条件投降,其实是暗地里和美军达成了协议,被允许在战后保留自己的地位, 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三万日本兵会对迈克阿瑟毕恭毕敬,那是因为天皇的命令, 大家想一想,如果迈克阿瑟在日本本土遭到日本士兵的袭击,那么美国人和御人之前的协议必将作废, 御人的天皇之位势必难保,所以最想要迈克阿瑟安全的反而是御人本人了, 有了这位在日本军人心中神一样存在的御人的保护下, 不管日本兵再怎么痛恨迈克阿瑟,迈克阿瑟都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了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